台南市長王偉哲 下午正常出席活動 但29號上午他取消行程 因為被台南地檢署約談 現場大概有六個人 然後從前後大概 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我分配到我的時間 大概將近四十幾分鐘 那內容呢 對不起 因為檢察官有嚴令要求 這個嚴守偵查不公開 我總不能希望說 接受訪問之後就接著下來 以泄密罪被辦 地檢署也證實 早上九點二十五分 黃偉哲簽到 直到下午一點半 從地下室民眾通道離開 在地檢署待了四個小時 偵辦轄內光電產業 疑射不法案件 於今日上午以證人身份 傳喚台南市長黃偉哲 黃偉哲以證人身份 出庭現場六人 還有廠商跟官員 擠壓中的前金發局長陳凱玲 疑似也被檢方借題來對職 陳凱玲涉嫌跟光電業者勾結 而涉案的能源公司 以不法方式取得七股光電地 更傳輸當時有三名科長 遭職疑是持不同意見 被調理限職 好好整頓他的 他在這裏處處 應該折也要折 不應該折不應該折 相關的人士不要見縫插針 相信司法會給全體的國人 一個真相 市府的公開資訊 這三名科長轉調 局處秘書室主任 跟市府秘書 沒有降調的情況 市府內時常有科長輪調 光電閉案進度 也隨黃偉哲以證人出庭 再度受到關注 參選王少爺補仙